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妈还催来着 问我是不是开始准备婚礼了 可是你看 他整天往医院跑 自己的事情都搁在一边了 连干妈的都很少去 我知道 亲叔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帖子 他还跟我说 千万不要和你提起我们叫结婚的事 就怕你不同意他来照顾帖子 朱哥 说出来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离开家这么多年 一直没结婚 我就是在等亲叔 朱哥 我请你帮我劝点亲叔 其实我和他结婚之后 他一样也可以过来照顾帖子的 不过 你可千万别跟他说 我跟你提过我们俩结婚的事 他如果知道了 那可了不得 回去他一定会生我的气的 没准还会揍我一顿 对了 朱哥 那个事 上回你跟我说的那个加油站的事 这声明呢 我都写好了 我也去找工商局 他说必须我们俩一起过去 孙老板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过去一趟 这事不着急 你先照顾好你弟弟 这事以后再说 那行 朱哥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记住啊 帮我劝点亲叔 毛达衣服 我能把衣服带回去洗啊 不用 你这衣服 我自己洗的 我现在又没什么事儿 每天也就跟帖子说说话 这衣服我自己洗的 太平了 他刚走 他跟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呀 孙老板他这个人挺好的 这次帖子受伤了 这医药费 也多亏他了 你说他跟我非亲非故的 他怎么做 也都是因为你 你们俩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那我先回去吧 好 明天再买 不用 你有事忙你的事 不用你再买 真的 铁子每天都要安护 给他擦脸要游温水 还有 别忘了给他读小说 你自己也要按时吃饭 我这要吃 来来来 去哪儿 不玩不玩了 你太狠了 不行 那你那边来车 你可以谈我呀 我哪儿舍得谈你呀 那不行不行 三哥继续玩 继续玩 我这边来车了 三哥不玩了 不玩了 为啥我这来车 你就不玩了 那不行 好没太亮 我别游戏 三哥不玩了 不玩了 不玩了 你全走啊 你别太走啊 你全走啊 姐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秦叔 大哥和铁子怎么样 他没事 这两天 你们俩多去看看他 来 拿进屋去 我到林子里去 秦叔 他停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医院吗 医院那边没事了 我就过来看看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两天 你们都去医院照顾铁子了 这林子没人管了 我就临时当个护灵员吧 这片林子 对我意义深远 秦叔 秦叔 你还记得这个吗 秦叔 秦叔 干嘛啊 什么东西 你去厕所 我只有吃了 这个 这是搞定的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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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鸡鸣就会问我饿不饿 兄弟 我真的很佩服你 我那个时候总是笑话你 我笑你笨 其实真正笨的人是我 秦叔真的被你打动了 可我呢 我还在做着这个画画的梦 我真的很笨 太平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嫁个金鸣吗 因为他从来都不会刻意地讨我欢心 他是真的关心我的一切 怕我饿着 怕我动着 怕我有事 他在意我胜过在意他自己 你和他 我和他不一样是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在意你 那我对你的关心又算是什么呢 其实啊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跟你考虑 你的鬼点子多 经常会带给我惊喜 而且啊 你会顺着我 我想做什么你就让我做什么 不像静零 老是催我回去 不让我做这也不让我做那儿 就是怕我出事 那你为什么不嫁给我啊 你还记得 小时候我爸妈去沙漠失踪的那段时间吗 我每次做噩梦醒来 第一个想到的 第一个叫的 都是静零 有他在 我心里才觉得踏实 我才能睡得着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 这两年 我一直在反思 我一直在努力地找 自己到底错到什么地方 我很后悔当年 就这么轻易地离开这儿 我觉得 我弥补过错的时候到了 我不会再这么轻易地离开你了 我也不会再做 任何让我觉得后悔的事情 秦叔 我会像季明一样爱你的 我相信季明 也会同意我这么做 因为他了解我对你的感情 我爱你 你是我唯一爱的女人 秦叔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 无论我让你干什么事情 你都会跟着我 因为你信任我 对吗 咱们还像小时候那样 你跟着我 让我来爱你 好吗 如果你需要时间的话 我会等你的 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同时 你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你来爱上我 好吗 开屁 我试试看好吗 我试试看好吗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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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什么事啊 累了呗 没事 铁都怎么样了 别担心 这才能好 这帖子他哥好点呗 他还挺坚强的 这孩子真不容 从小没爹没妈 这辛辛苦苦把弟弟带大了 你看这个 开平这两天没去帮着你 照顾照顾他们哥俩 你啊 你让他替替你 别把自己累坏了 他去了 没事妈 你不用操心了 开平那个秘书 是不是喜欢他呀 那他喜欢他不 我不知道 那他对你呢 他跟我说了 你这意思是 妈 我对开平的感觉 很奇怪 从小我就把他当成哥哥 我一看见他 就想起季明 我 孩子 我明白 从小就是你们仨在一块 可是这事情就得有个了结 你不能老想着季明 季明他也希望你能过得好 你说开平这孩子喜欢你 你呢也对他有感情 我呀 我就希望你能好 你嫁给谁我都不放心 你看开平呗 这你也了解 我也了解 妈现在呀 没有什么别的心思 我都是不放心你 你说我这老了 万一我要是怎么着了 妈 你怎么又这么说 你再怎么说 我可生气了 还行 妈不说了 这个日益 重新开始好日子的机会 难得这孩子对你这么痴心 你可别错过了 对不起 我这段时间没来看你 我一直在医院照顾帖子 他的情况不是很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季明 我真的很想去医院照顾帖子 只要看见他还在呼吸 我就觉得心里踏实 他是因为我才成这样的 我有责任照顾他 要是他一辈子不行的话 我就照顾他一辈子 最近 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和祝格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很舒服 很自在 虽然 照顾帖子很累 但我的心情很好 好像你在的时候 天塌了都有人 替我顶着的感觉 这种感觉 自从你走了以后 我都已经忘记了 是那种很安全 很放心的感觉 可我不能再去医院了 我不能和祝格接触太多 凯平和小桃都不高兴 凯平她很不愿意我去医院 不愿意看见我和祝格在一起 我答应过她 试着接受她 我只能这样做 几年 我也不知道 我这么做对不对 她因为我付出了很多 她对我是一片真心 可是 我跟她的想法总是不一样 对我来说 她就像哥哥一样 我和她之间的感觉 是亲人的感觉 我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爱上她 可是妈很希望看到 我跟凯平在一起 我不能让妈再为我操心了 就算是为了妈 我也会识着接受凯平的 大夫 诶 诸葛特哥你等一会儿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国际控制事实会 主建了一个唤醒植物人的实验小组 我建议你弟弟去参加实验 你拿我弟做实验 不是的不是的 什么实验都不会危机患者的生命 这是个好机会 也许真的能唤醒你弟弟 那会对我弟的身体有伤害吗 你放心啊 全是国内外的专家 那行 那行 诶 你等等 你要做行心理准备啊 所有的费用都不是免费的 有些费用是非常昂贵的 我知道 这要能让我弟辛苦了 多少钱都行 你会很辛苦的 我希望你叫你的爱人来陪着 他有护理经验 谢了啊 谢了 哥 你说我去行吗 别再耽误事了 好方便面会吗 会啊 你可以照顾帖子 帮他洗洗袜子都会吧 这我可就不会了 那自从帖子出事以后 一直都是青树在照顾他 我连手都插不上 老师我去吧 姐 还是我去吧 你去 天天叫你给帖子擦身子 你行吗 天天叫你给帖子安抹 你行吗 我怎么都不行啊 我行 行了 你成了 还是我跟他去吧 他是可以陪你去 可是他没有我有经验 帖子一直都是我照顾的 再说了 帖子是为了保护我的客栈 才成这样的 理所当然应该让我去 你儿子别去了 他辛苦了 还有什么比让帖子 醒过来更重要的 谢谢 你儿子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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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快点 你儿子别拒绝了 你儿子别拒绝了 别拒绝了 你也拒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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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子画了一幅胡杨林的画 我就告诉诸葛 胡杨林的最东边 生长着一颗老胡羊 挺有意思的 你们现在相处得越来越好了 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诸葛还和老温的老婆 一起来砸过你的电 那个时候他一定想不到 今天你们能相处得这么好 怎么 难道我跟诸葛说句话都不行吗 我没那个意思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这么说 不过你也应该理解我 这几天我没有看到你 一见到你吧 你就跟那个诸葛在一起 还有说有笑的 我只是做还不行啊 怎么了 我累了 你看我这个人 好多天不见你 一见到你吧 就觉得有好多话想要对你说 都忘了你 这两天也没有好好休息 那行 你早点休息 我回去了 做个好梦 晚安 老胡阳 嗯 元丽姐 你说什么意思呀 说了半天就是这个呀 明天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没空跟你聊吧 元丽姐 我说的可不是什么小事 我最近就发现 我姐跟朱大哥 他们两个不对劲 而且我刚才看见他们俩是 他们俩挨得可劲了呢 好像在说悄悄话 而且还特别亲密 我姐临走的时候 还说什么问候老胡杨 他们俩都有暗号了 你说这事还能行吗 元丽姐 你可得提醒开病哥啊 要不然我姐可就跟朱大哥跑了 诶 元丽姐 你干嘛去啊 啊 我有点累了 出去散散步 徐小桃 大笨蛋 怎么能跟他说呀 他爸的都开病哥不跟青叔姐在一块 这么晚了 你还没有睡啊 你怎么没睡啊 都是被那个小桃给吵的 他非要问我什么老胡杨的事 他这个人啊挺奇怪的 整天胡思乱想 他非跟我说 老胡杨是什么优惠的地方 不过想想也是啊 在这个地方 除了沙漠就是戈壁 请人去优惠 应该一直能去胡杨领报 再选在一棵老胡杨树下 还可以见证他们的爱情天长地久 还挺有意思的 你说呢 可以 静下厨 姐 你多睡会儿吧 一会儿我上医院去照顾铁子 姐 那你就多吃点饭啊 你看你最近熬的 你好像在家洋洋 小桃 你弄清楚那个老胡杨是什么意思了吗 你说说什么呀 我不记得了 你忘了 昨晚你还问我 什么老胡杨 还有什么诸葛什么的 在胡杨领的东边 有一棵年纪很大的老胡杨树 我在照顾铁子的时候呢 跟诸葛说过 我就是希望能鼓励他 像这棵老胡杨一样的坚强 没有其他的意思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昨晚上他跟我说完之后 我就做了一个梦 我就梦见了 有一棵老胡杨树 然后树底下做的 全部都是优惠的情人 你觉得奇怪不奇怪 太平呢 我不知道啊 昨天晚上都挺晚的了 他还在屋里走来走去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 你们的生意怎么样 没怎么样 我吃好了 一会儿开屏回来 你跟他说 我去镇上了 小棠 一会儿上我屋里 把帖子的换洗衣服拿上 姐 姐 小棠 大棠 嗯 那个 你歇会儿 我来吧 我不累大哥 没事 那你轻点 行吗 大哥 这图 是铁子画的 是啊 铁子还真行 画得真好 是啊 海棠 你经常去湖岸里吗 不 不经常去 我害怕那地儿 为什么呀 因为鸡明哥就死在那林子里啊 我一进去就浑身发抖 可我特别佩服我姐 我姐天天都去林子里 可她一点都不害怕 有一次我问她 她为什么不害怕 她跟我说 是因为鸡明哥的灵魂在保抑着她 听得我都浑身起鸡皮疙瘩 如果死了 是你最爱的人 就没什么不怕的 我姐也这么说 大哥 有的时候你们说还真像 我姐以前喜欢的是铁明哥 可我姐现在喜欢的是开平哥 我姐和开平哥 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开平哥为了我姐 到现在都没结婚呢 大哥 你看见那个叫袁立的了吗 长得多漂亮啊 身材也好 还比我姐年轻呢 她那么喜欢开平哥 可开平哥就是不喜欢她 开平哥的心思 全都在我姐身上呢 像开平哥这么专业的男人 现在可少见 大哥 你说 我姐要是能嫁给开平哥 那该有多好啊 是啊 他们挺般配的 你姐嫁给她 一定会幸福的 对对对 大哥 你能这么说就对了 我还真以为你喜欢我姐 单琴呢 回来了 开平哥 他还没回来 不过他打过电话了 让我别等他 快吃饭吧 我不饿了 这菜是专门为你做的 难得咱们俩在一起吃饭 喝一杯吧 我们这儿有个习惯 说话之前先喝酒 如果说错话了 就当是酒喝多了 你们酒量这么好 想让你说错话 还挺难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也知道 你是因为开平 才不喜欢我 但是我希望你明白 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可真够厉害的呀 一句话 你就可以把责任 推卸得干干净净 照你这么说 是我无事成非 是我对不起你了 我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 也许 我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自己没有意识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你别在我面前装糊涂了 不是你亲口告诉我 你只把开平当哥哥吗 那你去跟他说呀 你去告诉他呀 你怎么知道我没告诉他 我是把他当哥哥 可他没有把我当男人 他为了我 放弃了大审时的生命 回到这里 我不能辜负他 对我的一片情谊 所以 我答应他 试着接受他